走入嘉义眉山农村文物馆 就仿佛走进了时光隧道 好像又回到过去富有农与人情味的农业社会 参观民众从展示的台湾早期农业文物当中 可以一窥鲜民们的智慧 也能够体悟到鲜民从事农物 一厘米九厘汉的勤奋精神 头戴大斗笠肩上挑着竹篓 走在郡北的产业道路上 举步维艰 一路摇摇晃晃 游客亲身体验以前农夫的辛苦 都没有装东西其实很重 然后仙人他们里面还要装东西 去走这样道路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文物馆里陈列了许多台湾早期农村 开垦的器具和居家文物 还有就地取材所建造的竹屋 见证了鲜明的智慧和便手知足的开创精神 他们的生活器具就是木材石头跟竹篣 有这个草枯啦 风构啦 藏水啦 还有叉厨 有竹子 做红子啦 一些古早衣啦 现在你看就很少 他把喂老鼠的东西放在这边 这边有个小小的铁丝 然后他就头就卡在里面 他就动弹不得了 我们就抓到他了 透过传统文物的展示 让游客重温鲜明的简朴生活 而更加惜福爱物 穿梭在陌生又亲切的农具和器物中 让走访梅山农村文物馆的游客 见证了早期农业的发展历程 新台湾台电视 侯瑞霞方雅 闲台湾嘉义 采访报道 别 República 永远 如果 温